第一集最賢堂是多了一個嘉賓 主角是他媽媽 很漂亮 我們今天的蕭公子 其實他不是嘉賓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他 他是我們的Founder 另一個節目的腳 你是膽來的 你不是腳 你不是腳 你是膽 四隻膽 四隻膽 我們現在第一次放 最賢堂 最賢堂的搜寶阿倫 最賢堂就是 我們聚集了很多不同的說話 什麼都可以說 多數請嘉賓 就是賢人 往來無百丁 每個都是賢人 每個都是有料之人 這個字一音就是兩個意思 但是香港現在有料之人很少 四姑 正正就說了這件事 那些料 料從何來 第一個就是解題兼 說這個問題 扣著這個題目說 我想說一下香港的創意 的人才 為什麼會這麼凋零呢 蕭公子可以說一下 香港的學生 你教書 還對著學生 兩個人覺得學生 勝在起跑線就厲害了 為什麼考到差不多 終點 越跑越沒有力 為什麼 這個好問題 請貫呢 其實歸道菜跑 創意產業 還在前線 所以 頭一尾 很多話 女房可以說一下 我們現在的港女 是否比以前更不堪呢 我覺得沒有堪過 沒有堪過 但是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你會在創意產業那裏 因為你本身是編劇 是嗎 是啊 我是一個 由出道以來都是編劇 從來沒有想過由編劇 轉了做導演的人 是 很少這樣的人 多數呢 都要轉了去做導演 或者做演員 或者演員 演員更好 但是多數做編劇 都希望自己做導演 因為呢 他叫做話事權 因為影視呢 導演就是話事權 大了 大了 如果寫小說 文章呢 寫的人就是話事權 編的人都未必有話事權 做話劇就好些 話劇呢 就很尊重過編劇的 真的不改的 導演呢 就叫做傳適那個 劇本 古往今來都是這樣的 不過呢 香港很特別 以前呢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呢 香港呢都出過一堆 好的創作人員 那不只是講編劇的 填詞呢 嗯 握著唱也好 唱歌歌聲也好 那時候呢 是香港輝和的時候 導演也是新浪潮 對 導演也好 就算其他行業的創作都是 在當時很輝和 廣告產業也是 也是啊 是 為什麼現在會慢慢凋零呢 即是慢慢借了 那我就歸咎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那些創作員沒有被捧起 什麼被捧起呢 我記得邵氏那時挺厲害的 他捧起幾個導演 譬如說張徹 譬如說李幸成 譬如說程剛 這也是 那是邵氏年代 不是後來無線 我意思為什麼他捧起呢 就是很早年代 因為那些人真的不知道誰是導演 不會說我為了看導演去看電影 看明星 看明星 從來都看明星 但是 譬如說張徹的導演的電影 真的有人看 說要看張徹 要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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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的功勞 是他的功勞 李漢翔 有人看過他 為什麼呢 說他的功勞 功勞 功勞 很好 景色很深 景色很深 推拉 那個手法 很多外國導演都走來學他 嗯 但是這個呢 我聽過版本 就說因為那時候 邵氏是特別給李漢翔 因為知道他擅長這個推拉 特別給大的廠 給他 可能兩三個廠打通 是嗎 我親眼見過 是 將幾個廠打通 或者搭到外面 將那個廠房的景色 由個金聯電 走到外面 乳花乳都失落 是 那時候沒有去到大陸 橫店 這樣 拍不到的 我不是想說那個問題 我想說 是 上頭的老闆 是 開始捧幕後的人 嗯 幕後的人呢 慢慢 抱頭 那麼在電視台的時候 我做的 我也是用這個 這樣的 好的 巧 好的點子 因為呢 這件事是使得那些人 會歸心 是 有一個向心 那麼 誰做編劇呢 譬如說 那個徒弟 譬如說 王晶啊 吳宇啊 後來的學生 譬如說 現在跟 杜琪峰那個 最好的那個 叫什麼 叫什麼 啊 跟他做銀行那個 突然間 你不記得了 一會兒就記得了 我卡住了 嗯 這些呢 都是 很出名的 編劇 因為呢 很多時候 在你的 劇集那個 宣傳的時候 都是給他 很多 credit 給很多 我們說 什麼 滅 就是他分章給他的 是 光環在他的頭上 嗯 而不是純粹 賣那個 演員 嗯 當然也要賣 不賣不行 但是呢 不是純粹賣明星 但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 推導演 是不是 荷里活開始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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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時候 是因為有美國的風氣 是呀 嗯嗯 那些東西我們叫做 Studio的製作 就是彭廠的製作 是 那他呢 就知道呢 原來正是靠演員 是很牙煙的 嗯 為什麼呢 他一扭理解就死了 是 一扭理解是結的 那時候工會 又不是那麼大 可以控制到演員 但是呢 當然 編劇導演 幕後呢 都有工會 但是呢 起碼那些人文明一點點 我總覺得 我們那行人 識字的 文明一點 哈哈哈哈 但是 今時今日那些人 就會覺得 喂我捧紅了你 我講編劇 或者導演 我捧紅了你 你就會出了外面做的 嘛 外面就是拍電影 你就會走的 你一出名就走的了 這個呢 就是一個制度的改變 嗯 促成了這個 你的問題 是 以前的制度 是彭廠制度 就是好像 美國荷里活都是 八大公司 就是彭廠來的 老闆呢 但是呢 沒有獨立製片的 獨立製片的 獨立製片就是 獨立製片的 獨立製片 他們呢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他是沒有錢的 他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命的 只有一個技能的 但是他是特別的技能 於是 有人投資在他身上 他要融資 融一支之後 政府 譬如香港也是 但是呢 政府都是 資助這些獨立製片人士 那麼 你不是一定有大公司支持 等於有一個雅煙就是 你受他掌控 是 他不喜歡你的時候 不知道有什麼理由的 是 你多厲害才華 你都掌控 你永遠一拳獨大 都糟糕了 糟糕了 千萬不要 但80年代的時候 就開放很多 是啊 沒錯 很重要 如果他有得發揮 你才叫做聚職人才 不是直接為了錢 有才華 就聽說有發揮 你整個創作的風氣呢 因為如果我有才華 我就融到資 如果知道 我就拍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不是一定要聽老闆的話 我一定可以做到自己理想 未必一定那件事適合觀眾 但起碼我有個自由 創作自由度 剛才你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 創作自由度 漸漸沒有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沒有辦法發揮 就自然丟借了 正常 如果人有創作自由度 有言論自由 有發表自由 有思想 最重要是思想自由 不要這麼框框 有他天馬行空 沒錯 有時候 十套未必一定 一套收的 可能有兩套收 都不要緊的 你是整個風氣的問題 還有當你拍十套有兩套收 那你就會檢視 那兩套為何成功 會有優勝劣敗 會有競爭 很多人不喜歡那些 叫做自由主義 我那些就無所謂 我那些是最好的 優勝劣敗 是否正在說 試過八十年代的時候 由大創分拆 還有很多小創 新藝成都拆出來 那時候 那時候 郊和就在小市拆出來 又是這樣 沒錯 這種spin off 很自由 沒錯 這種spin off 就是能者居自 如果你自然有工人能力的創作能力 自然就有人支持你 很簡單說 你細胞健康會分裂的 是一定分裂的 分裂了一點就結了 你死人就不分裂了 現在香港就是接近死的狀態 沒得分裂了 大佬 大佬 主義點在哪裏呢 八十年代這麼蓬勃 這麼自由的氣氛 所以 慢慢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成本大了 你叫了 就不太容易融資 第二 慢慢融資 又會在那些大的企業家手上 因為他只有這麼多錢 然後 慢慢 大陸的市場開放 哇 人家只有25倍 你想想 你說那個市場 市場 25倍 就是說 你香港 根本要靠那些資金 給你 以前香港的電影有一個 好世界的市場 環球的市場 東方荷里胡來的 那時候大陸的市場 還未開的 那時候 主要是靠兩個主要的市場 一個叫台灣市場 我們華人電影 一定是華人 華語電影 那已經橫掃了 當然他橫掃你 就是鄧麗君 你橫掃了他的李小龍 正當碼頭 文藝片 台灣都出了很多 他都橫掃你的 你不是說 那些湯蘭花都橫掃你的 對呀 漂亮得爆 他有他的長處 所以這個優勝奪敗的競爭 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市場 是星馬泰 東南亞星馬泰市場 那時候說賣浮 包括後期 那些人開始移民 那時候是租帶看的 那你悶到抽筋 因為你香港人去到外國 你是可以看當地的劇集 但是沒有那個 那是另一個高峰 是 此官在說 就是你由大廠 細廠 開始互相競爭 跟著有東南亞市場 有台灣市場 那時候還沒有你那個所謂 因為是八九六四之後 就馬上走 是八四的 八四的 還沒有到中英談判 之後的事 所以變成 其實你是另一個高峰 整個八十年代的轉折是很大 剛剛市官說的競爭 你說什麼是來自內地的市場競爭 那時候內地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 香港那時候 沒有競爭市場的問題 英和 或者非製群也有 也有 也有 總之有華人的地方 沒有太多 因為他有情感連繫 他是要看回這裏的劇集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那些演員 演員和一些大公司 推廣那些演員去 在那時候 那些演員先帶動了 在那邊的人 不一定會你創作 是 周潤發 張國榮 甚至是龍門艷芳 那已經是 實體了 是 賣到片花了 但我講我自己現在 我會像你所說 是兩個的 兩個不同的渠道 譬如我喜歡看一個演員 那我就會 他的電影我一定要去看 但也會有 就是為了導演 例如Ridley Scott 他的電影一定要看 或者是Taren Quarantino Taren Gino Taren Gino 你賣到一定看的 甚至有一陣子 隨刻也很賣了 導演 只是賣隨刻 他那邊也有些人看他的 有 有 有 現在我回到說 如果創作人得到 社會的認同 承認 自然這一行 更多人來參加 人很簡單 光明 有光明感 那些行業 一頭面灰 誰想做 每個人都不想的,所以很多人想做明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光環的重要性是被人忽略的 其實你看社運界,你看政治就知道了 光環大於一切,我會理解為什麼編劇的光環這麼重要 幕後工作人員,因為他真的做到一隻狗 日寫夜寫,人家還看不到你辛苦的 你在家裡,或者是在Starbucks,寫字 你哪有救人家擔黎的那些辛苦呢? 他覺得體力勞動不大就不辛苦 你已經得不到別人的理解了,然後錢還要不多 然後被人改,被人彈中,彈來彈去,不停彈 還有一件事很突然,就是原來所有光環 老闆或者其他人是不敢出聲的 你敢說導演怎樣拍?你拍啊! 哈哈哈哈 你敢不敢把鏡頭拍? 你敢不敢把鏡頭拍? 我敢不敢把鏡頭拍? 我敢說,我敢說我拍? 我敢說,就算是針茶給他茶水,你不敢做他 阿菇明天不做,明天我找人針茶吧! 所以呢,但編劇每個人都差他 每個人都差他,每個人都差他 那氣地位就低了,很慘 這也是創作原因的 你有沒有專業呢? 編劇,有 有一個專業 這個專業,誰知不是一個賣錢重點 這個專業我們叫做 戲劇性,drama 是 你夠不夠膽那個老闆過來說 我認識drama? 我想他一腳我兜他 兜他大西人 是不認識的 那這個人走過來說 你不是這樣怕,因為drama不適合 人物設計也不適合 沒有人懂得說 是否說細節 是否就說,這裏不通 甚麼不通? 因為他坐在這裏就沒理由用右手 就是用這些小細細細眼 是 那些最糟的就是賣錢 為甚麼呢? 哪句對白好笑 那句對白賣錢 他認為不是這句說話說得好笑 他說那句好笑 但我們不只是看那個 末節 我們看後面有個大的drama 但是大的drama的結就是 大的drama 大的巧的結構 是沒有人懂 是看一些細節 記得一些細節 記得一些細節 記得一些明星 記得他們說甚麼說話 這樣就結了 那些人針對著 你想說甚麼好說話 做甚麼action 甚至乎 有些沒有打明星就是 最重要是我打 最重要是我跌 我由12樓掉下來 不死了 那些人轉眼看 以前某大命令說 拍甚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主唱 你不是我主唱 你不要搞 所以其他劇情不重要 但是分別就是 七日先的年代都已經有 成功方程星 一旦形成之後 是很難改的 所以明星說他自己 埋浮賣燈 他就不肯聽你說 正常的這個 問題就是 所以為甚麼 李宏剛才說的 很重要 你有競爭有分裂 才有進步 既有成功模式 人家就不跟 或者言情片 好過死賣得過 我忽然跟你玩武打 武打你正經 就是跌十層樓 我忽然跟你玩笑話功夫 也可以 所以在創意環境裏 你是要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 你讓別人去做不同的事情 你才有出位 還有一件事 既王 你如果記得 就是香港片 哪一部賣得 哪一部拍第二集 十嗨 跟風的 十嗨 然後呢 嗨硬 然後呢 你這個叫做 李小龍燈 X小龍就出來了 黃小龍 陳小龍 總之是笑小龍 不是那個龍字也可以的 是 銀音也可以 英文綜結 個個叫boost 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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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都boost 有個boost就賣到 變了 後面就是 因為原來賣片 賣出去的market 那些market 是有這一點指的 不是在賣戲劇 不是在賣戲劇的質量 於是 大家就不 很多人就不 覺得 我需要不去寫好的劇本 我需要不去寫一個這麼貴的劇本 我就是找陳阿九 趙阿七 總之 有個人懂得寫字 所以 最要聽老闆說 肯聽話那個就可以做 這個 一直來 都是 慢慢腐化了 勒幣 就低俗了 我覺得 就是說 其實你在一個制度健全的情況之下 那個重量應該平均分配 是啊 即是 導演 編劇 演員 大家覺得 20% 25% 這樣 那你就不至於 太大的比重 放在一個人身上 那你駕空了其他人 那其實他是 能夠 contribute 不到 未必是他沒有能力 未必是他不想 他一可以 就要害全家了 沒錯 這個做到後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 我做老闆都會的 既然這樣 我為什麼要做R&D 為什麼要做research 為什麼要做development 即是投資的東西 就不肯做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回本 譬如我經常說 我們現在沒有寫喜劇人 可不可以 老闆拿幾百萬出來 第一年是沒有錢賺的 在訓練 十個八個做 給他試 對 等他學 等他練 練完之後 可能只有八個出兩個 唉 多了兩個 好的 這樣 都不值 為什麼呢 他覺得不為浪費這些錢 因為他拍什麼都有人提 大哥 加上沒有競爭 而且你也知道 薄雪花也不知道有二十幾三十點收市 最重要的是 最後一句 市官說 你沒有競爭的前提下 你記得利益那個 當然是會用盡的 那些資源拿到盡量 正常的 這個 為什麼要加添投資 加添投資 加添投資 還沒有一個肯定 告訴你實際的 實際的 會有什麼得益 就是 招中樹晚戒板也好 招中樹晚戒板也好 招中樹沒有戒板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戒板 還未必可以戒板 就是生女兒虧本貨 真的可能會 為什麼呢 因為你出錢出得少 又是出得多 就有一個人 但是 我記得上次都請教過 好像不是差很多 香港的世界就是這樣 有時候是一條戲 這條戲 這條戲是什麼呢 我在這裡捱了十年 都還未升級 還在捱那個這樣的 侮辱性的工資 可恥性的工資 那條戲不順 你記得那時候 有個叫香港電視 一出來就叫了所有 大台的編劇 為什麼呢 不是差很多錢 出錢叫那個王先生 也不是差很多錢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缺少 你多出少少 就已經叫了過來 現在最好的 還有你徒弟爆羽聰 他在港市 他說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 你在無線 例如有個劇本 說不同的部門要去審 例如舉例 每個人都認識 每個人都認識 每個人都要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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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去到港市 爆羽聰來形容 他說不是 是很棒的 即是王先生坐在那裡 他就說 你要多少錢 你儘管說 沒有問題的 儘管拍 放膽去拍 這個是我們叫做 entrepreneur的 spirit 創業家 我不是稱讚他 制度會影響很多 你創意肯定是 剛才說創意就是這三點 還有一個問題 為何個人都可以插嘴 剛才說了 因為我都說自己認識 第二 這個親愛不是稱讚自己 你讚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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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沒有後面有人認識 拍胸口 這個胸口拍到 噴噴聲 我看過 我說可以就行 不要出聲 不要出聲 我認識 就是董標 我認識 你不認識 我認識 你不認識 你還要開聲 我說可以就行 我說不行不行 就是人撐 最重要是 真的有個人認識 認識 認識我就說 拍胸口擔保 那樣東西可以 那時候我就開 你呢 你是不認識的 你不要加罪點 加了一腳去 兜你的筆 我今天先說完 因為還有你 我沒有沒有 不是啊 是啊 搞什麼 那可以 難得 阿次觀肯不敢 起一個話題 起一個頭 說這些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感觸 都是從這個角度來的 因為阿次觀看 之前很多事情發生 什麼事情 中間轉折發生什麼事 我都依然有教書 我到現在還是對著那些小孩 所以 就算今早我還在看一場 辯論比賽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要做很多這些事情 感觸最大的加科 就是 創意不單是創意產業裡面缺乏了 甚至連學校裡面的基本教育都缺乏了 為什麼呢? 創意 因為現在的孩子 喊冷很小的時候已經是訓練成為 說要贏了是起跑線嘛 贏了不是起跑線 是贏了是子宮女 還有多一句 贏了是射精前 這些情況是過正的 茨冠你記得以前的小孩沒有那麼多東西玩 因為他自己的創造好都是出來娛樂自己的 因為他很滿意 他一定要找東西玩 波子也會玩到汽水罐也會玩到 波子也會玩到汽水罐也會玩到 我們喝完汽水罐也會玩到 的確是你物質困惑也好 不是一個限制創意的前提條件 不是不著問題 反過來 現在什麼家庭留下的小孩 是殘得很重要的 這又不是牙刺 我們這個台是最貧拔的 是投資最少的 但是第一晚的收聽和接觸 收視很高 非常高 我們被人困惑 你們的網台就是幾支咪咪和一個直播 其實我想回答爹的 但我又想表現友善 你知道其實我們不是很友善的 但是我們有人啊 有contact啊 剛剛肯有人 敢觸 敢觸 人怎麼會為 你現在叫小孩勤力一點都會 為什麼呢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們是正常人 不是他們不想勤力 而是他們已經殘得很近 很累啊 上一次你不要忘記那個毛記台 慶祝了一個很 繪迫人口的節目叫做 繁忙而同合唱團 因為現在是繁忙到什麼地步 小朋友睡覺都沒有時間 基本上你去考什麼 就是升學那些面試 你拿到電話簿那麼厚的所謂的履歷表出來 有連一張紙而已 有一個portfolio的 好像做明星一樣 游泳 降球 什麼什麼 見不見 一大堆東西 好像什麼都會做 還有 他爸爸跟他寫了 他去過哪裡去旅行 真的有見識沒有知識 遊歷啊 遊歷啊 那個什麼遊歷報告都可能是爸爸寫的 然後呢 八級鋼琴 對於學校來說 很小的演藝鋼琴嗎 現在學校是不看的了 留言就是 個個都有啊 繁忙了這個變態的地步 是不是要打戈爾夫球呢 另類運動會加分 那種所謂競爭的壓力 是令小朋友完全失敗的 事官很明白 你一個多有創意的人 你一個多有創意的人才算 他都會有 枯竭的那個時刻的嘛 肝 一個字 肝 肝 要回氣 要休息 以前我們這些做小孩的 小孩之後的小孩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呂王說的 你汽水罐都可以弄了 架金的東西出來呢 你真的有精神嘛 你真的有 有事想做的嘛 而不是只想回氣 想睡覺嘛 還有呢我想說 你夾得太盡的創意 沒有創意的 這是真的嗎 還有小孩呢 他是有無窮的精力的 Suppos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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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需要你 幫他安排 由朝到暗 將他無限的精力 有限度盡大量地發揮 以及用盡的 因為你讓他自己去玩的話 他就要發揮的了 因為他太多力 太多不知道做什麼 就像剛才大家說的 小時候荷蘭水蓋 自己找張自己的顏色筆 玩都大爛餐的 你想想 現在的小孩 他是進入一個什麼模式呢 就是一個autopilot mode 全部都是program 給他 喪屍 沒錯 不是他自己的autopilot 搞清楚 在最後他都會autopilot 為什麼他老手機 就是喪屍 喪屍 喪屍 總之爸爸媽媽 由朝到暗 一個星期七日 全部都編排 他就是進入那個 我誘你做 喪屍 這樣一個喪屍 大個粥 他不會變回人類 會的 喪了 我明白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戲的人 是 是 哦 他投降主義 他投降主義就要放鬆 鬆了 還有一個字 在外國經常出現 是 人要有passion 是 有熱情 有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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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小孩 我覺得 以人比人來計 他們不會被我們以前蠢 難了 不是這件事 反過來 他就是 被操控他的成長 這件事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他不是機器 你怎麼操控他的成長 像呂王說的 有奸期表 一月二十四小時 填滿的 填滿的十五分鐘 你媽媽覺得有問題 那是很大的事 你每個人的成長速度是不同的 那都是創作力嗎 是不同的 他不能夠創作 他不能夠決定自己的時間 這件事很嚴重的 我不是說像你飛機師那樣 如果教了自動飛行模式 自動飛行模式 睡得夠 睡得夠 腦子已經死了 你為什麼還要想怎樣飛行模式 行動怎樣 他已經設定好 現在父母就是做了這件事 他什麼都設定好 小孩完全是在一個偶像的狀態 他完全不用發揮創意 不用安排 他是沒有了訓練 以教育心理學家的說法 我們現在所謂內化 即是內化 你正在做這件事 你不單是有意識去做這件事 你還是要消化理解 轉化變成你自己的決定 這樣才有意義 這樣才有意義 不是有媽媽的意義 不是有動作 不是有反應 不是有爸爸的意義 是有他自己的意義 他現在就沒有自己的意義 現在那些小孩 表面上好像很厲害 為什麼一 不是考試的狀態下 就會輕機呢 親自你現在不說 真是家醜都出外傳 希望學生聽到 不會想打我爆他的私隱 他會打你的 你照進了大學 以前我們是天子叫子的 照進你很聰明的 你懂得照顧自己的 夠膽死 依然去到這個縮營的環境下 不會剪指甲 不會放鞋底 煲水 不會煲水 你怎麼煲水 他把膠的電熱壺 放了一個鐵板電熱壺 用了 兩樣一起報銷 用了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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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他說 這個也是有個大學同事 告訴他 他說 原來他的學生 是帶著爸爸來 帶著媽媽來 他說 這件事我也有 不過是幼稚園 我以前都長大過 後來我媽媽也懶得理你 到你小學一年 你就自己進去 自己進去 自己進去 被人看到 我們那時候覺得很慘 一來 第二件事 就是 人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沒錯 你從小都不讓他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他自然就不會負責 不是他不想負責 他不明白什麼是負責 他沒有了這個責任 所以內化就是這件事 如果他讀大學的時候 原來他過的生活 都跟一個幼稚園的學生是一樣的 你有什麼可能 期望他 會忽然之間變成成熟 穩重又創意的人 我想不出那個方法 他都沒有主義的了 他都沒有主義的了 他都沒有主義 成績可以很好 表面上可以很聰明 每個人都很聰明 每個人都很聰明 每個人都好像很企利 工人幫他穿衣服 我不知道 問題是 一叫獨立的時候 他撐不過那個跨道 原來他沒有試過這樣撐 所以很可怕 一件事就是 那些小孩自己懂得埋怨 他的挫折感會很大 但挫折感他又不會怎麼解決 因為他已經過了解決那個麻煩的年紀 照計你是小孩的時候 撞板撞出來的 你跌到口腫臉青 要幾乳得幾乳 你十多歲的時候 你已經是十多二十歲的人了 你還想他怎樣 他不敢 他會退縮的 這個好啊 這個 你一分析也是一針見血 真的嗎 我真的看到 這個也是 一會兒我們把女王說 香港女性和女性 為什麼今時今日會被人說 抹女港女呢 這一定有原因 有 但我想說 蕭公子剛才說的 那個膠水壺放在鐵板上 我有這個經驗 不是本人 你見過 發生過在我身上 是什麼呢 不是大學生 是內地的大媽 我那時候 就在深圳有一間公司 我那時候在深圳住 就請內地的工人 大媽 你要記住 他的知識水平是小學都不到的 小學六年班都沒有 是呀 是呀 真的大媽 是呀 是呀 是真的 他真的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那些真空包 我教他 放在火上煲 是呀 我教他 裏面那個我拿到火上煲 然後放在蓋板上 他整個拿到蓋板上 他就整個拿到蓋板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假設他真的沒有文化 農村出來的時候 農村沒有那麼高科技的東西 是呀 你煲 就放在火上 撻火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做的事情 是呀 因為是煲 是煲 但是我那個大媽 你以為是大學生 大家都有個大字 其實那個概念差不多 同樣道理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 從小到大 熱水 都是倒在你面前的 你是不懂得煲水 正常的這件事 你未見過什麼叫煲 你叫煲水 我都未見過 我都未見過 我這樣 撻著就行了 你那個壺裝的水 帶到房間撻著就行了 問題是同樣道理 農村大媽 他面對另外一種限制他創作的原因 他真的連最起碼的物質條件 可能都沒有 他未見過什麼叫真空簿 我覺得反而不怪他 同樣道理 我不怪那個學生的樣子 我不可以笑 我不可以怪他 我都怪他 你愚蠢一次 下次就不會那麼愚蠢 下次自己會 這次是直接爆 反過來 另一件事 起碼大學生 如果有魚過之後 照計算 都會再學過 華盛大學生 不可以衰落地 但農村的大媽 我真的無法怪他 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 他已經是大媽 你不是十多歲 你不是叫他讀飽書 他連回頭的條件 可能沒有 兩件事 你看個人的資質如何 不看資質 機遇也好 有些就 遇一次失敗 遇一次靈一檔 第二次都厲害 同樣道理 如果你看到那些婆媽 電視劇 你會記得有一個很繪疑人口的劇本 叫做阿信的故事 是 阿信都沒有讀過書 是 他被迫不能讀書 不是他不想 是 其實上來講 你可以說她是大媽 但日本的大媽不同 這個很過癮 為什麼日本的大媽會這麼不同 日本大媽不是大陸的大媽 所以即使你是大媽 又是那句話 物質條件 不是最大的限制 明白嗎 即是你創作 其實是有一個 所謂客觀的環境 甚至是一個制度 也好 是給你機會 即是邏輯上 叫做試錯 給你機會試錯 你能夠錯的 是不要緊的 總之不要死人 問題是你有機會去試錯 你才會有機會 改善和學習 所以創意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 就算我們不是放在課室裏面教才算 就等於始觀講以前那個影壇的歷史 你海闊天空 任你發揮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不是每部片都會收的 十部可能八部 只剩下兩部跑出的 就有成就 然後大家要跟著新的標準去做事 你一窩蜂也好 再是面對濫造也好 然後再尋了 又有新的出來 一給你試 因為這個是世間定律 就是我們佛家所說的無常 推陳出新 當你十部裏面有八部 還可以 或者是不太行 那你就自然會反省 因為你個個都想 贏到盡 個個都想 那你怎樣能夠 去Materialize 你怎樣可以把你的成功 更上一層樓 就是吸收 每一次比上一次低一點 每一次低一點 每一次低一點 每次低一點就減掉 八折八折八折 不知道在哪 特地減掉 因為像你說的 你個個都是小龍小龍 Bruce Bruce Bruce的時候 那些人就看著驗 驗你就要再變 再變 紅色變變足通 Exactly 你說像張徹這樣 他是不是十部戲 二十部戲 全部一模一樣 他有一個主軸去貫通 就是 兒子不穿衣服 打獲金 但是他有變 小鮮肉 但是他有變 變就是什麼 越來越暴淚 越來越血腥 腸掉到一街都行 這個是透期的事 初時只不過是哼哼哼 這個就是一個演化 演化是正常的 對 那也可以引起後面的後輩 譬如宇森 就被引起 不要提這個人 所以就是說 的確有些很類通的事情 其實學校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學生去坐 因為是一個人為的環境 被人坐 這個應該是被你坐 可以坐 以前 在電視台 這種 導演 叫做生翻 不是我改的 這個就是管治的人改的 這個生翻 生翻就是永遠不聽你說 他有他做 很難控制到的 到其風就生翻 我記得那個 跟他一起合作 叫做韋家輝 韋家輝 這個也是很難得 在學生裡面 兩年內 可以立刻滿屍兼子 讀錯一格 這兩個合作 你說什麼他就不是什麼 你說東他就是西的了 但是 那時候 有個宗旨 就是 凡是你錯 我就會開心的了 你錯就肯創作 但是就是這樣 你不要重複錯 沒錯 錯十次 十次都是新鮮熱難的 便會去看 國閚禁 國閚禁 都行所難的 這次小兒子 這是Marg 他會被罰 不只鮮級 是手霍 你一錯 下次是假的 就這樣做 第三次還是假的 頭又有人靠 你就是命中 你說簡 Saud 它是不明白 所以 最重要是 uncertain 你іі man 嘗cry 你肯倒轉,將那件事變成你自己新的事 危康最近都說,最重要的是人類有進步,因為我們下一代 不肯聽我們上一代說,這很重要 聽我們上一代說,每一代打折扣 由十足變八折,八折,八折,六十四,只有六十四 但很嚴重,中國人社會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見到先性孔夫子,之後再出的都是雅性 雅即是二,他不會永遠超越不到 因為他會將前人定在一個無敵神台的地位 這裡有一個話分兩頭說,為什麼呢? 科學上的理解,又不是完全可以這樣說 其實科學都是同一個創作過程,是試錯的 真理就是暫時未證明為錯 問題就是你會有一個累積過程 也就是說,你應該有一個所謂客觀標準 客觀標準是認識到什麼叫對的東西呢? 你試試它,如果是錯不到的話 你會用那裡來做一個槓桿 由於你有這個槓桿的基礎 你就累積增長,有很大分別 所以有很多人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西方社會的進化和民族進化 是跌當的很厲害的 甚至黑暗時代出現很慘烈的 戰爭呀,瘟疫呀,死了很多人的 蕭無波呀 總體上,為什麼它是累積地上升呢? 這個很大分別 就是科學上,他們認識到一樣的 是,沒錯 他不會自己認識 客觀是真的東西,他不會對立你 見基於這些客觀的真理呢 他有一個所謂累積的進步在這裡 是很慢很漫長 你去到臨界點突破了之後呢 你追不到的了 因為這個是全民的進步 是一個全民的質素的提升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客觀標準 而不是說我定於一聖,那個就是阿聖 而你只可以是阿聖 不斷遞減下去 這個你想想,中國社會就是 剛才所提到的那個項目 是很人為的 你想想,為什麼孔夫子被專為先聖 而後面是阿聖 快要有三聖,四聖都沒有了 你明白嗎 朱希都不能夠叫三聖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政治原因來的 是當時的皇帝認為 他這套學說 對於他的管治有利 就將他推崇在這個地位 而他的說話 因為他死了 沒有辦法去推翻 而後面的人 只能夠在皇帝認同的制度 學說之上去作補充 你看到今時今日 在《易經》 不斷有人去白話 去解釋 但有沒有人再重新 有一個叫《新易經》 有沒有呢?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版本 其實《易經》裡面的 用詞、典故解釋 是孔夫子寫的 他不是去解釋 不知道是誰寫的 周文王寫的 周文王寫的 沒有十年了 但他裡面的註釋 是孔夫子以儒家思想的角度去寫的 那個是《十易》 那個是他哲學的思想 但是尖怪就不關他的事 尖怪不關他的事 周文王在坐牢的時候自己在畫畫 但你想想 如果你被老子去詮釋 《易經》的話 那六十四卦 八百六十四卦 那八百六十四卦 就完全不同了 因為你是受了思想的影響 如果你被韓非子寫 又不是這樣 這個當然 這個就要各家各說 但我的認識 認為 阿勝不是等於刺過他 阿勝是因為皇帝也給了大成智聖 這是很厚的 這是宋明之後給他的 然後給了這個之後 他第二個無法子 用了一個更加超越的名銜 去叫他 其實孟夫子的仁義 和孟夫子的孟若成人 孟若取義 都是其實層級的 我覺得不會拿過孟夫子很多 又不會拿過孟夫子很多 大家相等 甚至乎被人遺忘 我孫子也是好 到後來 因為有沒有新的開法 亦有 譬如去到宋明理學的時候 朱熙、黃明明那些 再將他變成一個系統 再到新瑜伽 我們老師唐均敬茅中心 就用西方的理論 這是很大的理解 這是很大的理解 就是西方的講法 來看中國哲學 他是有進步的 我們經常說這兩個字 很多人都認為 一定是暴力的 或者是鬥爭的 最重要是革命 革命在中國古代已經有了這兩個字 其實不是 革命是破舊 但要立新的 現在很多政界 香港政界都經常說革命 要不斷革命 革命是對的 但是他沒有踏身 他推不到新的東西出來 他推不到新的東西出來 新的東西是要有一個 自己的理論基礎 要慢慢將新的東西 建立出來 這個我有話說 因為我昨晚私房賽 有一枱的客人 有香港人 還有一些香港去大陸 長住做事的人 回來吃 然後也有內地人 有一個conversation 挺有趣的 他就說 他看那個時候 佔中 他就說 以為那些大學生 有多麼有高知面 遠足 多麼有能力 他說 但是 他聽完他們說之後 他說 你說完一輪 你就說要推翻 推到六八九 推到梁振英 但是 你又不敢說 你反共產黨 這個point 我agree的 但是他後面說的 就是他都沒有政綱 提出來 這個時候 我就回答了他一句 很簡單 我就說 今時今日 我會不會想到 我將來的兒子 要讀哪間大學呢 我說 不會 因為我老公還沒有 大哥 你還沒有這個制度 你現在連真普選都還沒有 他推出了倉野政綱 根本已經是很多 step ahead 的事情 你計劃不到 正如你會想 我會想 我明天吃什麼呢 去哪裡吃東西呢 但我不會想 三十年之後 我那個時候 會做到什麼 這不是關於 你能不能 plan ahead 而是 你不認為是 一個 immediate future 你不認為是 當務之急 要立即去計劃的事情 為什麼 就是你有時候 那個環境 做得很死 主觀 反科學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想有創意 是很難的一件事 你政治上 可以說得到 有些事情 你缺乏前提條件 你說什麼 自由投票 你的制度投完票 都會跟沒有投票 是一樣的 自然懶於去投票 你不能怪人 這件事 為什麼 你如果真是一個 科學 比較自然的環境 但真的可以發揮 我覺得以人來說 你不會突然會蠢 他們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 很可惜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制度和環境 要許可 而且這些 你真的要撇除人為因素 才可以 有些事情 例如老闆 想孤寒 想省錢 正常的 那些媽媽 想孩子贏在起跑線 正常的 那些媽媽 想催谷 這些網子成龍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為什麼 會令到一些 人為的 或者主觀非科學的因素 出現了 令到這些 原本是一些 好的動力來的 這些好的動力 會產生惡果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很好的 凡無犯都省皮 正常的 凡無犯都省皮 但凡無犯都省錢 但怎樣令到他被 convinced 這個R&D 是會帶來更大的 那這個呢 我那時候 在一間大公司 之前我們有一集都說過 L'Oreal 我以前是 我是Lanccombe 前一陣子 關公災難的 蘭金 我是他第一個公關 其實 那時候 我很有印象 就是 你做一個 例如PR event 你要計算 你的production cost 你請哪個CE 怎樣怎樣 像你所說的 蕭公子 省錢是正常的 老闆一定不想 花無謂錢 因為每一元 擠出來都有血 有汗 還有市場競爭 這麼大的時候 你現在代到這個錢 其實你真是 好天爭 下雨柴 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變得要虧錢 這樣算 但是很明顯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 小朋友 但是就是說 我做一個event 我計算所有的錢 他要我guarantee return 譬如說 我今次做一個event 要100萬 他要我 要4倍以上的return 目標回報 Exactly 我不是banker 我是關公 Banker也叫有數計 這個叫行銷 是啊 我是關公 但是他就要你計算 你會出到多少版 在哪裏 哪裏 版的value 就是量化 量化 量化 量化來決定 但是你能夠量化到 他的coverage 我們叫做 但是你量化不到 quality of the coverage 這個他不需要 因為很多時候 老闆是不需要 為什麼呢 他交不到差 你的上司或老闆 都是要交差 給人看 是比較實的 那你就交到差 那這個東西 就因為沒有了一個人 去決定 這個是主觀衡量 我覺得這件事 或者這個promotion 做完之後 影響到世界怎樣 影響到市場怎樣 這個是很難量度的 也不知用什麼量度 此官剛才說的 要有一個認識的人 拍心口 要有人認識 要有人認識 我就說這個做完 好了 因為我主觀 我覺得好 這個是一個judgment 他要有很好的判斷力 有判斷力 有判斷力 現在被人笑了很多次 一幅世界名畫來香港 展出 你以為報道是報道什麼呢 不是報道這幅畫 如何好看 是報道買幾錢現梳 為什麼呢 因為買幾錢現梳 代表這幅畫 值錢 就是一個數量的量度 單位 但是這幅畫 是不是這樣量度的呢 我們當然知道不是 這幅不加索 或者這個 什麼 藝術價值 和你那個金錢價值 你無事可說 一個價值就是 他在這個 蘇富比或是面金服務 拍了多少錢 拍了多少錢 他永遠是報道這個錢 就不是報道那個 藝術價值 其實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很多東西 你不是真的有一個 formula 算到的 算不到的 怎麼算的 人們一直有一個迷思 他一定要把這些 可以rationalize 對 rationalize 量化到 quantify到 其實並不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 一個好的pr event 對我來說 他除了有coverage 報導之餘 他是真的在你的target audience 就是你想接觸 你想要的那個客群裡面 能夠達到一個很好的印象 因為他今時今日 他看完這個event 他知道這件事發生 跟著他未必立刻去買 但是他喜歡你的牌子 已經很好了 已經差很遠 但這個你量化不了 你計不到錢 量化可能是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例如你的生意一直維持 是 這樣呢 一路慢慢進步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量化到的 但是呢 老闆不會相信這個 這個數字 為什麼呢 這個數字要等 是 有時差 有時差 有可能等三年 等五年 他看不到這麼遠 所有在香港 在現在國內等等地方 資本主義的地方 都是用一個叫做 朝中樹晚介版 最緊要是 快快脆脆回來 那最快脆脆回來 那最快脆脆就是 今天你做完一個公關 明天有幾張報紙cover呢 還有 報紙cover呢 報紙的尺寸是多少 都算起來 我就是這樣算起來 他不知道呢 那個尺寸是跟你那個 市溫大小沒有關係 是跟你那天的意溫有關係 其實你知不知很愚蠢的就是 我為什麼說你量化不了 在這個質素上就是 是很低能 你要別人多報道 譬如我們要跑數 即那個活動舉例是100萬 那我要跑400萬 給他 但我真的差很多 譬如我美容版 我保證到200多萬 我還差100多萬 那哪裡值錢呢 就是娛樂版 很簡單 找一個嬉仔 到時烏身撿東西 很容易算 但是烏身撿東西 那可能會可以 是的 但他烏身撿東西 他可能會看到 很可怕 COME 他看到一個吸字 但他不知道是浪康的 那你也算了 我只能說這些 即是急功近利 都完全 完全沒有償 你不是變態 次官也會說 你的而是需要有一個人出來 有本事 有判斷 有判斷 這件事可以 為什麼呢 商界不是亂來的 老人家年代 是如何衡量量化 這件事 你拿三個參數 不是一次過 第一 你是要有一件事 第一個參數 是什麼 就是什麼 渠道 什麼版面 你是能不能拿到 溝通渠道 第一件事 就是量快量 你花了的錢 拿了多少 就是所謂愛播 第二件事 愛播之後 你還記得 第二個參數 就是別人認識 未有價值觀 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品牌的產品 然後檢查到哪裡聽過 第二個參數 就是說 你已經成功 由一個所謂渠道 的單方面推出 去對方 收到 出與入 你要拿兩條數 第四件事 才會知道 但是未到位 第三記憶議 也叫證可 承認 噁寬 四 Pont Ginger 超試中 當然 沒有音樂,拍不到心口,拍不響的那一群 那一群老闆,他不會這樣想 因為為什麼呢?你說那些承諾是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你找一些判立者,接著進行小組討論 天光,剛剛天光,睡了幾覺 這個我領略過,拜候過 因為很多公司要找人去吃飯 找人去頒獎等等 為何要找這些人呢 四維毅,因為那時候不是先算這個獎給人看 是算這個人有沒有知名度 知名度有個分別的 知名度多人認識他,於是他頒獎或參與 於是多人就會看到 但是不是合適呢?未必知道 那個知名度可能是負責的 像我所說,隨便找個肉蛋遮罩 對呀,你很高知名度,我認可你什麼呢? 跟他那件產品完全無關 但如果這樣呢,他叫交差,為何老闆會高興 原來找到這個人來,他去握手很開心 但這個人究竟是不是跟你的產品有關呢? 是否幫到你的產品看到他的長處是沒有計算的 其實很簡單而已,就是阿姐貼了一條品牌的名字 那個stikker在他的手臂上 他烏身 然後說是拍一拍,拍完之後出來了 可能不是整個人都看到了 L-A-N-C-O-M-E 還有,與你與你的產品有關的 你不是買豐豐產品啊 是不是?不相關的 但他們也很開心,這些就是港女婆娘,我上次那集罵得很開心 其實是的,只是高薪厚職的大媽 又在這個社會這麼巧,只可以用到她 但可以在一個這麼封閉的環境,很成功,很安逸地生活 還可以說到事 中產那些,罵人家佔領,說人家拉布那些,就是這些 搞了一段時間之後,可能第二個月已經沒有人會怕誰 最重要是當下那次,交到差 還有那次是做了事情 那是否後面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會使到那個產品封閉了呢 或者是聲明好了,都沒有算過 所以哪些是照鏡的,同樣這班大媽,中產離地 影射出來是甚麼加科 所以那些小朋友要讀書,不是就是這樣 所謂贏了起高少女婆娘,我全部削了 我做了甚麼事,我考了甚麼功課 交了甚麼作業,去哪裏旅行,有沒有寫甚麼報告 即是,你是交到警察 這個是很厲害的 你寫到監製或老闆,喜歡那場 喜歡那些人物,於是乎你就交了差 其實是否一個結構呢 是否真的吸收到,改良到 是否學到,沒有人計較這件事 所以你便看到,一到頒獎禮 就多謝這個,多謝那個姐姐 是因為她的確認 你才能出現的 是否最後那件事是最好呢 因為她沒有了客觀評價 客觀評價就是知識 一講知識就慘了 甚麼叫drama drama有個理論 你不知道甚麼叫drama 還有理論是經過實踐 你說的,拍到心口那個人是很重要的 因為她懂理論之外 她是經過這麼多年,她看過 十步邊兩步成功 無數這麼多的十步 還有一個底運在心裡頭 所以以前有句話很好笑的 在某大公司流行的 她說,在我們公司裡面 不是那個老闆說 那些員工說 只有喜歡與不喜歡 沒有對與不對的 所以這句話就是拿著 就用來做人生導行 做事導行 這個問題,為什麼慢慢會得到呢 很簡單,就是這個導行 如果那個人是 他說,那個是標準 那個標準 真的能夠符合戲劇標準 就可以了 真的很好 如果那個標準 是錯了 或者不是 他喜歡的 剛剛就是 只要他喜歡 只要他喜歡 沒有對與錯 誰做對與錯 做對的一定會離開 就越做越差 因為買他喜歡 越幣、拘族、兩幣 學生一樣 跟你說的一樣 完全 有創意就出事了 創意死亡證 也是這樣簽來的 這個創意死亡證 沒有錯 因為創意是有代價的 創意的代價 在一些大機構裡面 是不願意承擔的 而創意的累積 是一個學習的累積 即是你不停地學 不停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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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你的創意更加精準 可能是 經過很長時間 錯了的累積 錯了幾萬次 就知道你找到 你那條路 這條路更有陰功 不是今天可以 明天可以 明天就不行 明天也可能爭不可以 未必定你錯完一萬次 但是你那個知識或經驗累積 幫助我們縮短 你不需要重新發明那個輪子 才懂得輪子 其實有很多東西已經累積了 照計 我們鬼佬經常說 是body of knowledge 你有一個知識的基礎 你在基礎上再去試錯的話 是不要緊的 你會跌的 你有個底子 有個底子 問題就是說 到底 例如說 某幾個行業 或某些學校都很淒涼 你有沒有人尊重這個累積 很古怪 你明白嗎 即是以前紫砂茶壺 哪個人很尊重紫砂茶壺裡面的茶職 大部分一拿著茶壺就罵 先罵 是 這麼髒的 為什麼不把他洗掉 如果他是金科玉女 他只有他適合 除非不打他工 打他工 你刪不及 馬上刪了他 問你怎麼聘請你 叫極你都不做 有很多東西是很不科學的 現在看得到 感覺到的 所以我們個人感覺一回事 始觀都累積了這麼多經驗 但問題是 你留意我們現在的環境 社會裏面 有幾多 真是所謂拍得心口的人 是會尊重 令到一些東西去累積 以及可以交到棒 我們先接 青黃骨接很嚴重 歡迎聽眾 或是看我們 給我們一些意見 因為我們講完 不只是我們講完 當然 我們說是對的 大家可以上網上給意見 多些feedback 或是對我們的節目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給我們 我們可以改良 我們最嚴堂是逢星期五 十一點鐘 說得到是罪言堂 就是廣開而奧 不是正的 我們三個 本來不亦未必是我們三個 我們請了很多嘉賓 另外一個言 就是言德的言 一起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 今天差不多了 好 下次見 拜拜